4月初太鲁阁号台铁重大事故 不但造成半世纪来最大的伤亡 许多悲痛的画面和新闻 也牵动全台湾人的情绪 事件发生第一时间 教会界也在最前线关怀陪伴和后续的辅导 我们也制作了相关的专题报道 4月2号太鲁阁事件发生当晚 1919基督教救助协会 立即和花莲县政府协调 在花莲殡仪馆前设置了救助慰问站 穿着背心的专业社工与志工 穿梭在受难者及家属之间 陪同辨认大体 提供与县府的沟通协助 花莲领导会及相关福音机构 也人流出现在救助站 提供物资及专业人才 回顾过去几个重大灾难现场 从921大地震开始到近年来的花莲地震 嘉义水灾 普悠马托轨事故 南方澳大桥断裂 到如今的太鲁阁事件 都可以看见 1919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针对需求做最快速的判断评估 成为教会界所有资讯及资源的平台 快速搭建需求及桥梁 这几年来 1919以各地区的教会为服务中心 建构重大灾难救助网 累积的经验 可以成为教会界的共同利基点 现场我们邀请到 基督教救助协会秘书长夏中介牧师 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当灾难发生的时候 救助协会1919关怀救助站 是很重要的角色 请牧师说明一下 在重灾的救助计划当中 有哪一些机制是和教会有关呢 其实在重灾出现的时候 再来处理机制都是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平常 救助协会跟教会之间 就建构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 目前在台湾的教会 我们大概跟差不多1400个教会 签有合作的备忘录 帮助这些教会能够设置 1919的服务中心 他们也需要有志工 接受志工的训练 所以这1400个教会 大概可以覆盖 差不多315个乡镇市区 所以无论哪一个地方 发生有大型的灾难 大概临近都会有受过训练的志工 或者有这些1919服务中心的教会 能够非常快速的 非常接近贴近的 就能够到现场 那牧师您提到先遣志工团队 那先遣志工团队 他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我想第一个条件应当是热情 对于人家的受灾 他有那种非常 与爱哭人同哭的这种热情 那当然那种随机的应变 或者说抗压力需要比较高一点 因为在救灾的时候 那个压力其实是很巨大的 那当然我们也比较希望 他体力足够 也许能够上德拉山 下德拉海 我们在志工训练的时候 常常是在山上登山 或者做一些野外的活动 所以这些先程志工 当然需要一个条件 就是他能够很快速的 放下他原有的工作 能够到灾难的现场 能够来报到 因为这样才有办法 能够先前 大概是基本需要 具备这些的条件 所以一个热情是非常重要的 热情 抗压力 智慧 是 那牧师您是不是也聊聊 这二十多年来 在救难的现场 二十多年来 教会跟救助协会的配搭上 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我想台湾的教会 其实是在一个 蓬勃发展的一个状态的里面 而在这种状态之下 教会对于社区的关怀 比以往其实会提升了很多 越来越多的教会 在做社区的关怀 甚至很多教会 自己成立协会 在做一些关怀的工作 那也因为这样 教会对于一些 大型灾难的投入 就比以往要来得更快速 或者参与也要来得更多 那也因为台湾这种 大型灾难几乎 一直持续不断 虽然最近这两三年 稍微比较少一点 但是会参与在灾难救助的 这种社会团体 或者其他宗教的团体 也越来越多 像这一次的太鲁阁事件 很多的志工就来到 花莲的殡仪馆 能够在那里做家属的陪同 慰问 或者就是陪着坐着 弟弟面子 像这些工作 其实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他们希望很多的服务 我们就在那里陪着 供应他们的需要 那这些不需要太多的训练 你只要有足够的热情 有足够的同理心 大概就可以来做志工了 那我们这次记者在现场采访的时候 也有观察到说 1919救助战争所提供的资源跟资讯 它现在变成是各地联导会 很关心需要带导资讯的一个平台 您怎么观察这件事 我们大概有三方面的关系 一方面就是跟公部门 特别救灾的部门 像这一次我们跟花莲县的社会局 或者跟卫生局 这些关系都非常的密切 或者我们跟救灾的单位 跟消防大队 这些关系都非常的密切 然后跟教会 然后跟需要受助的人 我想这四方面我们都非常的看重 那在救灾的现场 当然最主要指挥中心 是在救灾的单位 就是消防局 所以我们必须要安得在他们底下 来做服务 我们不能够跑得太快 干预了那些救灾的工作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必须要谨守 我们应当有的界限 所以在救灾的现场 其实需要非常多的智慧 您对宗教会参与 在救助协会这样的一个网络当中 有什么样的一个 观念上的呼吁也好 或是协作的一个建议呢 其实我们很挑战教会说 能不能在每一个教会 都有一个小的 一个救灾的小组 这个内政部正在推动一种概念说 希望能够认证社区的防灾事 那教会有没有可能就拆派人 能够进入这个系统 我们应该提供这个训练 或者如果能够得到内政部的支持 我们也许也可以发展这种认证 那如果每一个教会都有受过训练 也受过认证的社区的防灾事 那么平常就可以做防灾的工作 教会一定要有防灾的概念 不要说别的 如果你礼拜天早上十点 主日崇拜 当牧师要站上台讲道 正好讲的引言 正好是十点三十五分 突然来一个地震 牧师面对外面的街道 对面的楼房就写了 请问教会要怎么处理 每一个电影院可能要开演的时候 都会播放什么逃难的路线 大概没有一个教会 前面会放一张slide 说如果有发生紧急事件 弟兄姐妹要从哪里疏散 大概没有 我们只会播那个 请把手机关机像这一类的 其实每一个教会都应当有这种预备 当有大型的灾难 我们教会可以成为收容的中心吗 我们教会可以成为避难的中心吗 我们教会有一些志工 能够受训练成为防灾的防灾室 或者成为救灾的先前的志工吗 如果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个小组的人 就算只有两三个 就对于临近教会 任何地方有大型的灾难 对教会来说 都是非常能够敏捷快速的 能够立刻做回应 没错 牧师今天的分享 也提醒我们这样一个防灾室的启动 也就是说当灾难发生的时候 我们弟兄姐妹站在第一线 及时的陪伴跟关怀付出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成为上帝 一个爱的导管 谢谢牧师的分享 谢谢您 其实连续多天触目惊心的画面 和心碎家庭的故事传来 全台湾都笼罩在悲痛的阴影当中 不只是遭遇事故的当事者和家庭 其实你我之间不知不觉 可能也出现了替代性的创伤症候群 过度投入这个议题 投入这个事件的人 事实上他也有可能会有 类似创伤后的压力症候群 我觉得这个替代性创伤的这个概念 也要留意 能够的话要注意 能够回归日常的生活 有适当的方式 除压 包括找亲友或是专业 要控制好 收集相关资讯的那个量 不要过度而产生干扰 第四个 多多寻求周遭的社会的资源 那包括亲友的支持 倾听 陪伴 鼓励 那第五个很重要就是 您有没有睡好觉 因为睡觉很重要 睡不好觉摆病生 最单纯可以重复 一直使用的这个方式 第一个就是深呼吸 那吸入主给我们的平安 吐出那个焦虑 那个残留的画面 所带来的痛苦 伤心 难过的那个感觉 透过重复的这个 呼吸的一个 的一个交换 然后让平安越多进入心里面 另外当我们遇到 事故的生还者 罹难者家属时 身为基督徒 如何成为给予安慰 及帮助的角色 曾担任多次灾难救援工作的 社工师专家 也提供几项建议 因为他在身心灵创伤之下 会出现失能 那这个现象 在一个月内都需要帮忙 一个月后自然就要 慢慢地恢复了 如果一个月后还需要这样 那我们就积极地去做心理诊断 去做精神科去吃药 那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做陪伴 然后呢 定时关怀 不是每天都关怀好几次 就是每天一两天 关怀一次 另外一个就是帮他做 基本生活需要做的事 在事故中花莲玉里 也有一位牧者的家庭 有三个人在事故中罹难 已经八十岁退休的老牧师 面对失去儿子和孙子的悲痛 老牧师很敞开地诉说 他和上帝之间的对话 我是一个牧师的人 应该是我们牧师的家庭 是一个安全 非常顺利的一种家庭 结果遇到这个落难 所以我非常不甘 不舍的想法 所以有时候我会反感上帝 神啊你没有看到 我现在已经在圣公上 我做牧师已经退休了 你没有看到我的圣公吗 你没有看到我所做的工作吗 为什么在我退休后的事情 就临到这个泛滥在我家庭 所以我有这种的反感 所以有时候我在睡床里 我就祷告说 神啊既然是我这样的反感对神 但是神也要说明我这个过错 因为我不清楚人生 在现代的人生 什么那么端端端 我虽然是一个牧师 但是我还是不清楚这个人生的端端 所以我每次就说 神啊好吧 既然你去召回我的三个儿子 孙子孙女 我相信神一定保守在天上 你已经一辈的地方 我真的相信你 那然后呢 我们两个老人家 求主能够祝福 也带领我们 使我们在以后的事情能够坚强 听到牧师这么说 在患难中要有盼望 真的是需要倚靠上帝的恩典 我们也访问到新竹 静信慧黄成叶牧师 他在三年前突然罹患T细胞淋巴癌 历经辛苦的抗癌之路 和我们分享 他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苦难 牧师身为主的仆人 以您自身的经历来讲 是不是也描述一下 当您面临一个 突如其来苦难时候的一个心境 面对突如其来的苦难 最大的情况就是惊吓 当下会立刻去问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 会临到我的生命的当中 主啊你容许这件事情 发生在我的身上 你有什么心意 其实就像这一次的 太鲁格号一样 对整个的社会来讲 都是一个极大的惊吓 可是在惊吓过后 除了我们去反思 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这样的一个意外 尽可能的减少以外 其实这样的惊吓也在告诉我们 到底我们生命里面 真正的倚靠是什么 您知道太鲁格号发生的那一天 刚好也是耶稣的受难节 耶稣也在那一天 结束了他的生命 正如同有五十个人 在太鲁格号的当中 结束了他们的生命一样 但耶稣带给我们的 却是一个第三天 复活与永生的祝福 所以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每一个惊吓的背后 假如我们有永恒的盼望 那那个惊吓我们就能够靠主 一步一步的走过来 是 但是在患难当中 确实要持续的倚靠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当我们承受不住的时候 要怎么样在患难当中 继续的来爱神呢 孤单常常是我们生命当中 最大的难题 当你一个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有的时候真的会走不下去 以至于你会恐慌会惧怕 我也走过类似的路 但是在这个时刻 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 不管是家人 或者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对我们的关怀祷告 在这个时候就格外的重要 在我最软弱的时候 家人成为我的陪伴 以往我照顾我的家人 但是在我最软弱的时候 他们不断的保护我 鼓励我 也让我能够在那个时候 一步一步的 能够靠主走过来 当然我也觉得 特别在那个艰难的时刻 读神的话是很重要的 一次一次读神的话 神话再一次的成为我们 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应许我们 祂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 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 所以我们同为肢体 是需要有一个属灵的伙伴 那也请牧师鼓励和安慰 正在面对患难的弟兄姐妹 要如何度过这样艰困的季节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让你一个人单独的走过来 记得上帝为我们预备一个属灵的家 让教会的弟兄姐妹 大家一起陪你祷告 有的时候就算陪伴在旁边 没有说什么话 但是你会知道你不孤单 因为有人在为你祷告 就像我们也知道 耶稣也在天父的右边 为我们祷告一样 使我们能够有一天 走过来的时候 看见神果然使万事互相效力 让一切的苦难 都成为化妆的祝福 谢谢牧师 相信我们的神 是四下永生盼望的神 Amen 谢谢 确实在艰难的时刻 神的话和教会的家人 都是支持我们走下去的力量 求神带领我们走过每一步恩典之路